昨天,股市发生了一栋,银行股股后暴涨,当时第一反应就是,这肯定不是市场行为,也不会是国家对护盘,一定是有什么消息发生。 后来逐渐消息传来,数字管信归执行息则即将出台,并且对以下地方做了一些修改。 首先,将理财划分为公募和私募,公募就是可以公开募集,而私募则不能超过200名投资者属于是吃小糟的。 公募产品可以投一些飞标,同时,将带着公募理财产品的销售起点,由目前的5万元降至1万元,俗话说苍蝇在销也是肉,这一下就极大的扩展了投资银行理财的人群。 你拿出5万元零钱不容易,但拿出1万元基本都是有的。 至于飞标资产投资,这也给理财资金开了个口子,不在交易所交易的债权,股权都属于这一类。 比如大家投资的P2P,就属于飞标债权。 7次,飞标资产要求执行严格的期限匹配,继续防范引致银行风险,延续对理财产品的单独管理。 单独核算,对于飞标这块,银行原来都是用期限错配在运作。 比如你看起来是个短期理财,但它用无数个相互链接的短期理财拼接成一个长期理财。 比如你看到的什么1号、2号、3号,都属于这一类。 把长期理财分散成短期,银行就把利息压低了,它的利润也就更大了,而现在要求,限制了期限错配。 特别是那些飞标资产不得进行期限错配,必须执行严格的期限匹配。 这一点对飞标的管控依然较严,今后飞标资产投资将受限。 第三,银行现金管理类产品和6个月以上定开产品,可以参照货币基金,实行贪予成本法。 这个解释一下,目前市场上有两个方法,一个是净值法,比如股票基金、债券基金,它们净值每天波动。 让你看着闹心,还有一个是贪予成本法,就是我把预期中的收益都算好,然后把它到每一天。 比如货币基金,你看它每天都是年花百分之四,一万块钱,每天都给你一块钱,所以感觉会很好,很踏实。 这个规定就是说,银行理财产品和6个月以上的封闭定开产品,也可以跟原来一样,给你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,而不必告诉你每天净值的波动,这样投资者就会更踏实一些。 第四,公募银行理财也能投资证券了,投资证券额赌不能超过该理财总净资产的百分之十,也不能超过你所投资的单市股票或者基金的百分之三十。 这条消息对于股市来说是个巨大利好,昨天除了银行股,其他股票都跟着涨,可能就跟这个有关。 要知道银行理财是个三十万亿的大市场,拿出百分之十投资股市,也是三万亿。 这个增量资金的幅度,超过了连续降准和降息。 第五,部分股权类以及期待目前特殊原因不能亏表的,或将做出妥善安排。 监管对整改计划,不会做硬性指标要求,由银行自主整改。 这就又说了活话,之前市场担心监管一刀切,所以拼了命的卖股票,但现实执行中还是有很大的困难,也造成了市场的巨大波动。 现在留了个口子,你要有特殊原因,不能回表也行,说明原因就好,而且还热化了时间,让你自行整改,也没有再强调2020年必失到位。 总体来看,资管新规这个细则,相当于古代官场上的打板子。 对于打电关系的人,一个板子高高的举起,凶狠的落下,打的是啪啪作响,但落在人的身上却只是皮癌伤。 资管新规就是这样,当初吓死人,又是时间点,又是一刀切,最近P2P频繁爆雷,在物围约频频出现。 可能都跟资管新规有关,银行为了应对监管,表爱回表内,就对企业不停的抽胆,结果好企业也都被抽荒了。 所以现实中执行的问题很大,如今监管又开始缓和,对于一些原则问题,开始给了一些人性化的解决方案。 这确实有助于缓和现在的资金和资产,实力和实体间的矛盾。 总体看,这次资管新规是有所放松的,对于股市战事楼市甚至是P2P,无疑都是一个利好。 之前赚得太可怕了,现在看起来还有缓。 所以我们才看到股市会突然大涨,这也表露了监管的意图,再逐渐的调整。 可能也是觉得最近爆雷爆的有点猛,要先缓缓再说。 但是提醒各位一下,对于非表资产还是要小心的。 通过资管新规的实施细则,我们也可以看出,对于这块,暂时留下活口,但还是限制较多的。 比如让项目一一对应,禁止期限错配就是底线。 说明监管已经让银行做好了打破刚性兑付的准备,那么全面清理也是迟早的事,高息高风险理财。 即使是银行的产品,也要小心,还是那个标准,超过5%,每分加一个点就全都是风险补偿。 特别是明盈银行里的高息理财,千万不要一把缩,不要超过你总资产的10%,也要尽量分散买。 官办银行不会倒闭,明盈银行可默认保你,所以一定要切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